我们现在的话早上7点多 过来吃一下我们的特色早餐 然后我们就出发钓鱼 大家好,我是你们朋友邱正华 今天的话我们会去溪流 看一下今天的话能不能钓到体型比较大的马口 跟着我的脚步我们一起探钓溪流 小姐的位置都可以跑了 这个位置 终于 哇这条 这条蛮大的 这条个体可以哦 已经有那个分色了 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条好漂亮 我们把我们的手打似 这个 西里的小霸王 蛮好的 这条的话接近 22公斤 这个跟阿远那个杆子一样的是吧 对 我这个是1米8的 两个那个的话是1米68 对 它那个比较适合钓溪流 我这个的话就比较适合钓那种水库啊 西流的话也可以 像这种的话也可以啊 对啊 都可以远头啊 像这些的话一般地干下去的话 如果是有鱼的话都会痒 没有的话我们就 对我们就往下面走 你钓溪流的话就是走一下哦 走一下钓一下鱼其实蛮舒服的 最主要的话是水啊 还有这空气 比较舒服 对 我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 我的话是比较 我是最喜欢溪流的 嗯 现在的话鱼的话比较小 小没关系 所以它吸着你怎么能够 能够到口 对 对 终于 马克 是啊 , 身體太多。 有風,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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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空, 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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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空。 其实在有风的情况的话 对于的一些活性来说的话 也是蛮好的 只不过风的话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会影响咬口 其实像这一片的话应该都会有鱼啊 这一片 这一片浅的位置应该是会有马口 今天好奇怪 螺飞 这个应该是螺飞 马口 哇 这条不错 这条真的不错 你看它的颜色 这条蛮大的 你看这条 哇 太漂亮了 哇 哇 我们的跌影 2.3克 这个比计可能28 没有应该25左右 25左右 对 可能要两个去看一下 我们的龙系列的马口肝 我们的2.3克跌影 我们的2.3克跌影 大马口 我们把它量一下看一下有多大 也没有25 没有25 没有25 对啊 24 接近25 中了啊 啊 这条应该也是马口吧 啊 啊 喂 不是 黑鱼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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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鱼 黑鱼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黑鱼黑鱼黑鱼 哎呀哎呀哎呀等一下等一下 东哥的话用我们的2.3克的跌影 在石头的结构下面慢烧的时候中了一尾 我们的2.3克跌影 亮金色 这个出水口的位置的话也有马口 我上次的话反正我每次这个位置的话都掉了油 可以跟过来小心点哦这个 像也像这一片有流水的地方的话也会有大的马口 我们俄罗斯之后快收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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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不小 这条蛮大的 我们尽量不要一直去扯它 我们尽量不要一直去扯它 我们尽量没有 那就直接扯它 我们尽量好 到 ũ 大家看点 ich 拜拜 拜拜 终于啊 大马口 哦 这条蛮大的哦 是吧 这条蛮大的 哇 这条可以 23公分 还没有达到我们这个山林的巨马 快了 快了快了快了 终于 头飞 又要心里 没有 我们这次的吊型还是蛮不错的 吊到了几条体型比较大的马口 现在的马口的话也穿上了分装 颜色的话也非常的漂亮 其实马口的话它繁殖期的话 也是在三月中旬到四月底左右 它们一个繁殖期的话 鱼个体颜色都比较漂亮 我们在吊犀牛的话 我会从上游往下游抛 收线的时候也可以快收 这样的话能刺激马口的咬口 像钓螺飞的话 尽量找一些有石头结构的 或者是边上 落去之后你可以匀速收线 当你感觉有螺飞在咬的时候 你可以放慢一点速度 或者是一个停顿一下 像钓溪流的话特别是马口 其实的话你很明显 可以分辨出一些标点 一些深浅结构的地方 而且的话最好是有水流的地方 这次的吊犬的话就到此结束 喜欢我们的朋友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自媒体频道 野水张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